第四届美国国际中医师论坛 继2019年中医特殊技术学术交流讲座 在工业市顺利举行 当天的论坛及讲座活动 由中医师、包克新、杨露霞、邹立皇、陈明、张继等主持 在开幕式上 南加州针酒事业的开拓者 著名医学专家冯坤瑶 对加州及美国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 他表示正是在中医师的不断努力之下 中医逐渐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 包括加州等美国多个州 也在逐步完善对中医的立法 他说这次论坛活动很重要 广大中医只有不断地掌握新的技术 才能更好的服务患者 彰显中医的神奇魅力 从而进一步得到美国社会和全世界范围的认可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我对医学我很有兴趣 基本上我懂了西医比较多 因为我在我跟YAC 帮他们做医疗的东西 医工做了十几年了 都是跟中国大陆一起对坐 对坐就是培训他们的医生 护士还有看毛病 研究学术这一类的东西 可是世界上这两个医学 西医学跟中医学 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没有什么其他的医学 就两个最发达 中医学是很久很久了 那么为什么西医学 这么发达 我们中医学 比他们早几千年了 对不对 可是还是上不了国际舞台 道理 所以我很想研究这个问题 我就研究了很久了 那么研究之后呢 就想怎么样可以 我们将中医学的以前的成就 还有好处跟坏处 通通放在国际舞台 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 完全好的 一定要好又坏 需要也需要的好处 中医中医中医的好处 我们怎么在中医学 在国际舞台上可以发展 将人家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中医学的好处在哪里 之后就采取我们的好的地方 不然的话呢 你将好的坏的混在一起之后呢 就是很简单 你一盆清水 你帮一些脏的东西下去 整盆清水都是脏的了 对 我就不要 我宁愿放弃 宁愿放弃 所以呢 这个呢 我感觉了 这个当中有很多事情要做 很多事情要做 我很有兴趣 怎么样可以将中医学 放上国际的舞台 其实现在研究中医学 汉乐 汉药 这是什么 日本比南韩 比我们中国还要做得好 为什么呢 有人就感觉这个有价值 有价值 我们中国也感觉有价值 可是分的太少 我们怎么可以帮他集中 需要的这个成果 为什么呢 政府也法律管制 还有底下有很多很多的会 将这个拿到这个 可以做医生的这个标准 达到很高很高 在现场 一贯支持中医发展的朱玉明先生表示 中医需要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并提高标准化 才能更好的登上世界舞台 他认为中医发展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 得到新的学术成果 感觉呢 非常震惊 就这两个字 也震撼 什么震撼呢 是指中医人在每个地方惊醒 陈静表示 论坛的性质是全方位开放的纯学术交流平台 论坛举办年度学术讲座 就是要为中医师提供最新最实用的 尖端中医科学成果 和不断创新发展的中医理论 用于临床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陈静认为 中医师们应该发挥和继承 唐朝孙思茂大一精尘论 大一精尘厚德怀仁 这种中医特有的医德勤操和境界 这是中医能否为世界各族裔 所推崇的关键所在 这也是举办论坛讲座的重要目的 维护中医理论的影响 进入主流社会 全美中医必须联合 全美四万中医师中 华人近两万 我们要集合力量 即使不同心 也要同力参与国际讨论 发表学术文章 推动各项中医立法 捍卫中医尊严 陈静还感谢历届特邀嘉宾 对成功主办论坛所做出的贡献 特别感谢从北加州赶来的 刘美常医生 以及感谢海外华人中医论坛的支持 他也期待大家参加 明年五月份举办的 第五届中医论坛的大会 届时有更精彩实用的讲座 在等待大家的光临 所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